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什么难度 正面刚 最方便 我喜欢 连杀 当我们看右下角的字变成蓝颜色的时候 对另外一个敌人进行攻击的时候 一击可以把他打上冰死状态 你是个音乐爱好者 打这个boss的方法就是不要贪拳 主要吸引他攻击 攻击以后我们进行反击 如果他不进行攻击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直接破防 最好不要直接上去 用攻击跟他进行刚 他的反击速度要比杂兵快很多 简单的来说如果想不是球打快速的情况下 你拼命爱圆圈 当他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形成反击攻击 然后再追个两下就可以了 在这个时候他会进行四下的 他会进行这样四次连续攻击 不要进行攻击 等他四次完了以后再继续上去钢 钢正面 哎呀哈 这个时候血槽已经没了 他已经是刚才血槽没了 因为是我们进入了 烟雾的眩晕状态 然后正面钢塔等他攻击我 我第一次打他就将被他打死我 哇噻 噢耶 你杀死绑派老大 这个区域就被我们完全征服了 这个区域就被我们完全征服了 没解锁游戏里面后来我进行了一些大部分的探索 他一个区域大概有从八个左右的这样的直线任务不等 一个任务完成时间如果不追求全同步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快 大多数任务可以正面钢 然后我们来到序队四 满满的一勺药水 这个时候有一种药水之后 我们正在肆虐伦敦 所以说雅各布也就是我们的男主 需要找到这个药水的来源 发现了一个小贩 我们先从我们可以接触到的 最初级的药水的来源开始调查 这是一段跑酷 朋友们应该注意到了 我把衣服给换了 这个更像是伦敦的 钢派老大应该穿的衣服 之前那个样子就是个主角 好吧 现在好像也不是很富裕 游流追上去 没有太大难度 我个人感觉本作的难度要比 大革命一样 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了一个消息 每天会在瓦斯馆县和疗养院之间钓一次货 我们现在要去找出批发商 我们从零售上找到批发商 这个地方门口车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有时候他会固定制作者会门口刷一辆空车给我 我们在这边看一下批发商 扫描一下会激活他 看来这个药水的销量还不错 在这边等着他 因为这个批发商待会就会离开这个市场 不要捉鸡 我们现在要先跟踪他一段时间 我们现在主要目标是要窃取批发商的情报 还会有几个帮助跟着他 所以不要轻距望松 同步目标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窃取地图 游戏分有很多线 有的些相当于是历史线 有的线是像这样的一个跟圣殿骑士战斗的斗争的一场线 还有一些历史迷人线 游戏的内容还是比较繁杂的 我个人感觉不像以前一条主线 比如说是像前作就是复仇 这一作呢就是大革命就主要是以复仇为主 而这一作呢故事比较多 而且它是可以平行去接任务的 这一点就比较恶心了 不像以前是主要的就一条线 我们在这个地方等着潜入以后 我们身上会有这样的一个白边 白边的时候哪怕敌人走到我们旁边 也是不会发现我们的 我要看我 我知道我穿的跟你们不一样 上去 偷一下 站住不动 出现标记以后按住 拜拜 拜拜 这个男人在批发药水的这个人呢 也在铸造场有一个格斗俱乐部 所以说我们要去找这个批发商 给我的感觉 当时这种毒品鸦片 刚刚盛行起来的时候 说话的不单单是我们中国 他们英国同样有这样的情况 一些会让人沉迷的 上瘾的 一些药水 因为在那个时候 人们对这些东西也都没有认知 就觉得 哎呀 吃起来 就以后一定要吃 在这个地方速度一定要快 第一时间要上去 因为我们走到附近的时候 我们的斜持的这个需要斜持的这个对象 批发商老板已经开始行动 我们需要以最快的速度上去以后 找到有利地形 可以第一时间把它给斜持掉 否则特别磨叽 旁边有个箱子我都没有拿了 这些箱子可以在平时没有 不要在任务里面去打 不一定要在任务里面打 一个每个地区的箱子都不同 我已经收集了一部分了 基本上一个地区要耗时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站着 混入人群 拿出飞刀 对准他的头 如果上去直接刺杀的情况下 我们右边的斜持目标会发现 然后整个场景就乱掉 就要开始刚了 就要开始刚正面 这货是一定要抓活的 我们要保持不被发现 达成完美头目的目标 然后挟持他出去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升级挟持 他不会挣脱的这个技能 所以说他还是会想办法挣脱 挣脱的时候按插键 但是我们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光圈的目标 在他挣脱的那一刻会变大 所以说要跟这些红色的敌人 保持距离 慢慢走 但这个胖子是唯一的一个危险 等他走到这边进行观察的时候 我们把他给盯出去 老实点 出来以后直接把他扔在地上 系统自动的 好 我们已经知道 震动水在哪里制造的了 挟持的完美 满满一药水 一勺药水 好 我们现在要到蒸馏厂去 有些观众跟我说 你老代你要说一下剧情啊 你真是够懒的 好 我就说吧 应该的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开始 偷这个人的地方 偷要 偷这个 情报的地方 就在他这个旁边 这位大爷伸手不错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进去 这个地方是要刚进去的 因为没有其他的入口 整个阵流场是封闭的 因为他需要保密嘛 好 先干掉一个以后 我们先尽量 减少一下敌人的数量 然后 空杀掉一个 好 开始刚正面 来吧 战斗打多了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都是那样 不要贪 就可以了 有反击 一定要反 利用好连杀 揍得完美 48连击 你不必须 你不必须 恐惧 敌人 敌人 年轻人 我没有认识 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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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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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头发现了一些什么 膜拜一下 老头在调查一些什么 曼陀罗花 还有鸦片 曼陀罗花是可以当作麻醉剂进行入药的 鸦片大家都知道了 这两样东西在一起 使得人失了以后会有一些不适的东西出来 他正在关闭他们的机器 这个时候我们要上去 把另外五个给干掉 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下 我不建议刚刚进来的时候 直接去听他那些说话 但是我想给观众们看一下 最好的方法就是进来以后我们直接上楼 因为在这个时候敌人的行动 是相对比较有规律的 否则如果说我们等他说完话上去的情况下 可以打吗可以打 要等很长时间 我们在这个地方把潜入稍微升一下 这个地方的任务比较恶心的一个任务 就是说一他不能开缸 二不能杀人 当然不能杀人 当然就是不能开缸 如果是那个被看到的情况下 我们上面有地方可以躲 但是也不大好躲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要完全秘密的潜入 不能发生任何的战斗 被看到也不可以 因为我们是没地方逃 把这个警报给消掉 一共主要目的是不能杀人 所以要用毒气 要用这里面的毒气 把这些人全部杀死 这边稍微等一下 这两个敌人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他是随机的 有时候是两个人一起走 有的时候是分开走 他这次运气就不大好 是分开走 提供给我们的 去关闭这个拔门的时间 就特别特别短 当这个胖子走了以后 这个人走过来 这个就比较恶心了 所以说我们升级了一下潜入 然后只要在没有发现的情况下 去开这个开关 在被警觉情况下 是无法开开关的 然后完成以后 直接再按潜入蹲下来 面边稍微找一个机会走出去 走 好 被看了一下 警觉了一下 然后我们从这边上去 里面有一个女的在里面 眼神比较好 然后在这点时间 我们想办法把这个黄颜色 削掉 好 那个人回去了 现在警力已经削掉 然后从这边过去 去把这个法门也给关掉 或者说是打开 或者说是给他增压 反正就要扭一下这个 阀门 第二个 一共有五个开关 都要以这样完全潜入的形式 进行出发 到了第三层 看一下 一共是四个阀门 一个开关 这个地方就比较简单了 在第一层是比较恶心的 因为有两个人 这个地方是固定一个人在这边 再回走 只要等他走开以后就可以 这次运气也不错 上来以后 那个敌人不在我们附近 然后我们原路返回 OK了 现在就比较安全 可以稍微跑两下 然后再从这边上去 这边是有两个人 一个壮汉 一个女的 在这边 看着这一个法门 稍微等待一下 先从这个壮汉来检查一下 这个法门 这个才叫真正的嫉妒 直接把你原土给掐了 好 两个人 有手拉手的走了 好吧 没有手拉手 我们走开 快点 不要烦 快点呀 你摸摸哒吧 只要一回头 他们基本上就不会再来回逛而逛了 我们直接上去 把第四个打开 还有最后一个 上去以后 在我们的左边 也就是整个地方 正中间的地方 是有一个法门的 这个地方是有两组人看着在 一组人大家可以看到 是现在我们左边那边站着不动的 一个的单个的一个人 一个是这两个人 在这边巡逻 他们的位置会交错 我们现在要等到一个人走过来以后 有位置可以过去 因为我们不要轻易到最上面去 他也是可以看见我们 他往那边走了以后 稍微等一下 这边可以直接过去 他刚才被他 嗯了一下 但是还没有发现黄标 好 这个时候过去就可以了 也可以等他从那个房间里面走出来 OK 全部开关全部完成 然后我们从这地方直接出去 这是最近的一个出去的口 这里面因为没有窗户 他们要被弄死在里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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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s Darwin 欢迎认识到你的训练 Jacob Fry 这一件事是我的 当你忙碌 我找到了这个 它指定 我們跟進化論的 電擊人達爾威約定好了 要去療養院 讀得完美 新的任務指引也出來了 這個時候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我們換到了誰的衣服 這是二代刺客信條主角 I7O 國內翻譯成 埃及奧 藥水起源 這個時候我們要為潛入療養院做準備 對 對 别来捣乱 两位老人家吵架 我看的真过瘾呢 这个人在疗养院工作 他知道药水是谁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追上去 这个地方固定会有一辆车 达尔文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进化论的奠机人 这个时候他只有59岁 怎么看上去那么老 胡子一大把 直接最快速度追上去 跟他尽量平行一下以后 按L1上车顶 按R2键直接跨过去以后 按圆圈键挟持驾驶员 好吧 叫马夫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 上面有一个伤害条 就是这辆马车的血槽 我们要吓他 逼他 因为老头嘛 我不能打他 这个时候比较麻烦的就是 旁边可能会有一些 砸兵会给我们捣乱 但没关系 反正尽快地把这辆车 破坏一下就可以了 OK 这下撞得比较厉害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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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来逼供我也沉醉了 现在他跟我们说要我们停下来 后面有杂兵过来跟我们捣乱 等一会儿 等我一会儿 等下来 喳喳 喳喳你好 喳喳再见 约换艾列森 OK 我们已经知道药水是随造的了 谢谢你的情报 吓得完美 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呢 是要去疗养医院 但是在去疗养医院之前 序列四还有最后一个任务 是在贝尔这边 有线新闻这边的任务 要把它给完成掉 否则无法去禁止 最后一个潜入两岸的任务 贝尔又在干嘛 有一批货给暴徒帮 压在了码头 所以我们现在要到码头去 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文字 变成了繁体 因为只有在繁体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弟弟 穿上爱奇欧的衣服 游戏里面拍摄人叫爱奇奥 弄起来比较麻烦 我们要登陆 欲碧的这个欲碧 club 欲碧俱乐部里面 去领取这个东西 而且我们的文字必须切换成繁体以后 才能读这个东西 而且切换成捡体中文以后 在登陆游戏里面 在线验证的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得到了 新的迷幻飞镖 是贝尔给我们造的 这个地方有个同步目标 是要用这个飞镖 去打这个火炉 火炉可以让迷幻飞镖 这个效果变大 使火炉旁边的人 进入狂暴状态 也就是前几座的 像爆裂剑 或者狂暴剑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大概有五个这样的炉子 瞄准 红色以后干掉 现在已经是四个人 进入狂暴状态 他们会胡乱进行攻击 这个箱子是可以补充这个剑的 OK 已经四个了 游戏的主要难度 就是在这个同步的这个地方 要背清除每一个炉子的地方 这是第三个 总共有六个 这是第四个 我们打到的第三个 另外还有三个 这个地方 再打一下 OK 现在已经七个了 不要着急 我们现在把这些敌人 正面钢掉他 不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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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要注意肥子 肥子的出刀速度比较快一些 在我们击杀的时候可以进入无敌状态 凌死的敌人出招是比较慢的 今天要搜刮电报线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电报线 搜刮电报吧 电报线索吧 这是第一个 一共三个线索 电话线吧 电报有什么线 把最搞的电报 肯定应该也有线 我们现在还是 把我们补一下 这个 连换飞镖 还有最后一个人 哎 不杀不杀不杀 需要用 飞镖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 我们看到了 就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五个 共有六个这样的炉子 这是最后一个炉子 正好一个人就打旁边 正好不用等 这个地方坐着给我们留下的 还是比较宽裕的 他们在正面刚 我们下去 被发现了 刚掉 在前座的行动下 这种被狂暴的敌人 可以一下把我们打成 冰死状态的 最后一个枪 最麻烦的就是 在这种互动物旁边 有一个死尸 有时候会把这个 尸体爆起来 比较恶心 马头出射了 兄弟们 我们必须把这些 货物送到 斯塔瑞手上 好 我们现在要进行 跑酷 追这辆船 让我想起了 大革命里面 我们的跑酷 迅速追上去 到前面一个点 可以跳上去 直接跳 过去以后 先挡死一个再说 还有另外两个 直接当掉他们 帅气 踹得完美 哇 这货有毒 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没把他给拆下去 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就要 回到贝尔那里 被药熏了 好 我们直接走回来 准备 准备 Mr. Bell 我恐怕 斯塔瑞的殡材 已经找到了 开放市场 如果他相信 这会阻止我们 他会错误 他会错误 本集的任务 基本上到这儿 下一集刚开始的地方 会进入 我们就要开始 潜入留养院 我们下属